168 澳門日報 拼顧殘障計劃 今表揚69商戶 2015年7月15日拓文 B01本部消息 勞工事務局信 勞工事務局與社會工作局合辦第六屆拼顧殘障人士雇主加許計劃 定於7月15日中午搞澳門旅遊塔三樓舉行加許典禮 公開加許本部69家固有殘障人士的商戶及機構 拼顧殘障人士雇主加許計劃 自2005年開始隔年舉辦 活動目的對拼用殘障人士的商戶 機構 單位作出公開加許和表揚 藉此促進公司焚孫旺 是工作技能的認同及支持 給予他們平等的就業機會 目標實踐商建共用本界獲加許及表揚的商戶及機構 共69家被提名參加的商戶及機構 來自不同行業包括有酒店、保安、物業管理、建築工程、清潔、 休閒娛樂、博彩、製造、飲食、教育、社會服務、 離岸服務、批發貿易、零售、航空、運輸、職介服務、美容、 洗衣及公共部門等 各拼護單位為殘障人士提供 不同類型的就業職位 讓他們有機會在職場上軍等參與 發揮所長、自力更生、融入社區 加許典禮將邀請中聯辦代表、復康事務委員會委員、 商會代表、獲獎單位、康復服務機構及特殊教育單位代表 H.C.的認識、接納與關懷、在職場上一同意 即使其實淺雙建功庸、在職場上僱用為目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